我們想幫助一個人的時候 通常凡是要做什麼的事是不對聽的 很多人有困難 不一定命令的 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是聽不入的 你要祈禱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倚靠神奉獻 這些說話聽不入 為什麼呢 基本上這些是律法的說話 律法的說話 即是說你要做什麼才有後果 在他來說是聽不到的 在那時候是因典的 是因典 不過你怎樣說法 怎樣說法能夠用因典呢 這個就是一個技巧 先回應他 是很好的 即是說我知道你很辛苦 現在這個情況 我都試過 在我都試過你可以進入多一點 怎樣試過呢 試過真的經濟很不行 好沒有錢 又沒有工作 那時候都很徬徨 那他聽到呢 會吸引他注意力的 是的 同理心 你都試過 是不是 他覺得你好像不是跟他很遠 是 好了 那你跟著呢 你就說 不如我們 親近神 以靠神 那你就去到行動 這個行動 我們始終都要去的 不過我想大家多些因典 其實他講兩件事都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有因典在背後 怎樣介紹出神的因典出來呢 剛剛他講兩件事 他喝無神 第二 他聽到神的聲音 那這兩件事是怎樣 神在背後做功 你就告訴他 神在背後做功 來到激勵他 神不是沒有你來 神真的在幫助 關心你 可以怎樣說法 可以怎樣說的 我們懂得回答人呢 第一 是那個生命 憐憫人 體恤人 在心裏面 在心裏面 有一種 很想祝福人的心 也是柔和的心 不是光硬的心 不是批判的心 在這裏發出 這個才是個鑰匙 所以這件事 我們需要每個都去建立 讓你心裏面 有一種憐憫 聽到人有問題 不是馬上想他做些什麼 而是我知道他有什麼領域 我怎樣引導他一步步進步 這個就是那個鑰匙 這件事是很重要 是要不斷練習 不斷學習 例如我 我又去宣教 我又在這裏訓練 我又出去訓練 如果我去到那裏 一會又說錯話 你有沒有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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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這樣問人 那些人很快會厭煩 很快會斬斷那些路 即是會不讓我去的 但你見到那裏 我都很相信任何的 即是他講說話 都很介紹 推介的律師 因為我的關係 一直都覺得很舒服 是很被接納的 這個就是那個整個生命 就不要給一次 譬如我跟那個傳統說 那你有沒有做好預備工作 他以後就會生氣了我 你真是說我沒有預備好 那你有沒有這樣進步 這樣跟別人祈禱 那我一質疑他 一質問 即是因為我想 我知道的 這句說話是會令到人覺得被質疑 我不是說我沒有說錯 不過我是真的 是留意的 我都會在我裏面 習慣了怎樣說說話 令人舒服 這句說話 我想說這個是長期 整天 神真的好 神做很多好事 所以一講 是講到神多好 所以神都會幫你的 那種的心態 好像我聽到 謝仙哥的情況 就是說 他又找不到工 他又沒有錢 但是他有兩個東西 他很想追求神 他聽到神的聲音 這兩個是非常好的東西 第一件事可以什麼 我很欣賞你 神都欣賞你 你渴慕神的心 神很喜歡的 你聽到神精音 就是說 神可以和你溝通 這是禮物來的 所以你條路怎麼走 神會和你溝通 既然他以往和你溝通 我會詢問他 你收到神的信息有多少 神跟你說了什麼 我就由那個入口 因為這件事我沒有冒犯他 是他收到的 那我就問他 你收過神的什麼聲音 那你收到聲音 譬如那些聲音 他說 譬如他說 你多倚靠我 那我就說 好啊 神跟你講倚靠他 那你覺得難不難 我不會說 你有沒有這樣做 你有沒有這樣做 就質疑他 這個是要很醒覺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醒覺呢 因為我當時我講過 紅藍綠 我就講過 紅藍綠 三種色 紅色就是神的恩典 藍色就是警告或者懲罰 就是律法 綠色都是律法 不是我們做什麼 愛神啊 愛人啊 那些 那我記錄了 我記錄了幾本 他聽到神的聲音 譬如說 你 信服我 那我就不是問他 你有沒有信服 因為有沒有信服 我一聽就知道 這句是 問他你有沒有做到 這句說話 是 如果那個人做到 他會開心回答我 如果他沒有做 他會不開心 但是我會說 那你覺得難不難做呢 這件事我沒有說 你做不做到 我只是說難不難做 你有沒有幫助呢 你有沒有試過做過 有沒有幫助呢 這樣 那這個就會令他覺得 我是尊重他這個經歷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很好啊 我都想好像你 聽到神說話 那他會覺得我 我尊重他 你發覺 我和你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 有時候說 怎樣欣賞你們啊 你們的努力啊 非常好啊 這個呢 就 在心裡面真的發出 不是說 好像 假裝的 不是假裝的 真心的欣賞 也都由他發掘了 即是說 那個人說話 有道門開了 那門開了 就是他聽到神的聲音 我就從這裡聽到神的聲音 進去 你聽到什麼聲音啊 你覺得難不難做啊 你有沒有試過 做的時候得到幫助啊 你 那你這件事 可不可以找神去 帶領你呢 怎樣可以找一個出路呢 那我便從這裡入口 我就不是 我便強迫他祈禱啊 既然你聽到神的聲音 那你不如 你會覺得 神會不會帶領你 在這件事 找功那方面呢 這就是說 恩戀 即是神 幫你啊 神跟你講話 是否一個好大禮物啊 那我們都可以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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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這樣說 不是說 我們現在 好像找神幫你 哇 神給你這麼多恩賜 你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我們感謝神 好嗎 我們一起讚美神 因為讚美神 我又問他了 你讚美神的時候覺得怎樣 有平安有輕鬆 哇 就是耶穌在幫你了 原來就是你親近神 神就會幫你 那神會幫你這件事 會慢慢一步步幫你的生命 那我全部這裏 每一樣都是用恩戀推動的 所以這個恩戀推動 大家覺得是會用的 他少少拉開話題 但是我是 為什麼呢 他這個正式的話題 我是需要一路 帶他進入 我才能去得到 他要面對做功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因為呢 牽涉很多東西的 他為什麼做功 經常被人拆開 他跟人相處是怎樣的 他工作的能力是怎樣的 他工作的動力是怎樣的 是牽涉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我一說這些東西 他不適合聽 他聽不入耳 那他會抗拒了 所以我是會從他的強處入手 我覺得提升了他的生命 和神關係 和提升他的處事 代人接物的能力 才去做功 就算我介紹一份工給他做 他做兩天可能被人拆開魚 所以這就是建立他的生命 所以有些人說找不到工 我都會跟他說 譬如你的生命裡面 你覺得做這些工 為什麼以往 這麼容易被人拆開魚 我用這個方法去問 他說做工被人拆開魚 我就不會說 你當然是跟人聊天不好 有什麼相處不好 他就不喜歡 但是我就會說 你覺得 以往做工 為什麼那些人 就是工作不長 有什麼原因 我用一個探討的方法 而不帶有控訴 這個鑰匙就這麼簡單 不帶有控訴 是探討 找出那個答案出來 好了 接著他就說 我渴慕神 非常好 那你怎樣渴慕神 這個人是沒有錯的 我沒有冒犯他 渴慕神 怎樣學步 但是問題 就是他學步到 其實都沒什麼錢 就到處跑教員 那他都要奢錢 OK 那我就了解 是的 那我了解 其實是不是 我曾經有跟他說 你不如穩定地 找一間教員 不要再到處跑特意 我知道你初信 我學不成 但是其實 其實跟你之間 是個人的關係 OK 那我問他錢 真的不多 現在真的用到沒有 是 那 這裏呢 其實他未必聽得入 嗯 但是我就問他 你怎樣渴慕神 他說我去聚會 那我就會問他 我總是會用探討方法 我當我自己是小朋友 那你去聚會 是不是去完 那個人就 好多啊 是不是就好大改善啊 好大幫助啊 他說懂很多東西 OK 但是好像聽下去的感覺 好像是 學術性啊 信 信仰 信仰 他說 原來有傳統的 有靈因的 好 那我又會問他下去了 你知道這些對你有沒有幫助呢 總之他講了一件事 我就會問下一個問題 但我下一個問題 沒有質疑他的 我只問他 這件事有沒有幫助你 比如他一直去 我喜歡去教會 聽完之後 對你有沒有幫助 就是你會不會 發覺你的生命會更加好呢 他說 沒有什麼啊 那時候 就是去到一點 我就開始問他了 那你想找出 可能有什麼難助 又怎樣去解決呢 你給他錢 就是一個暫時的短暫方法 他也都以後可以依賴了你的 他以後有錢就找你 他已經拿了回教會 你拿錢 是啊 所以 我們反而是怎樣 引導他 讓他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裏 但是 用那個方法 就不要說 你知不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裏 那他一問就已經不行了 而是你覺得 譬如以往上班 那為什麼會有困難呢 不要用那個 那麼快被人醜的語字 因為這句說話 但是有 就是同樣一句說話 可以用兩種 很多種方法就問 我就說 你以往的工作 為什麼不能夠做得久呢 有什麼 但也有答案 有答案 他說 工作壓力很大 工作壓力很大 是的 很大 很急很快 那些人又或者會灰角他 就是他都只可以做飲食 他都是中三畢業的 OK 請 那有朋友看到這些 這些我都是 是啊 這些我都是逐步探討 那好了 譬如他說 我真的 很大壓力的工作 那你覺得你應不應付得到呢 有什麼方法應付呢 或者你 如果你是多倚靠神 行不行呢 譬如說都不行 這樣的時候可能 什麼工作會適合你多些呢 這樣 就是我去幫他探討 好啊 我想的時候 我只是想他是困難 我不是想他 有多少地方做錯 如果我經常想他 什麼地方做錯 我遲早都會 就會說出來 遲早說出來 譬如他說很大壓力 那我會了解一下他 譬如他說上一課 那他就有壓力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上課的時候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會有壓力呢 你是什麼壓力呢 譬如有些人就會說 哎呀 又要聽書那種壓力 或者又要記很多東西 或者呢 總之坐在那裡 要坐定定的聽 我就已經覺得壓力了 或者好像 我要學得很好的 我又學得不好 所以我有壓力 就是我要了解 有時候他自我壓力了 他自己給自己 就是自己給自己 我要學得很好 那就是一種壓力 我做工 老闆很喜歡 那這個就是一種壓力 但是其實有些做人 就是快的 不過呢 不是快到瘋狂的快 都是人力能夠做得到的 那這個是不是你都覺得很難呢 那可能有什麼功可以得呢 那這個就是我的意思呢 總之 就算最後我們真的幫不到他 我們不一定要解決他的問題 那我可以 不如這一陣子呢 那這個都是困難來的 那不如我們親近神 讓神的力量來到你身上 是 安慰你 加力給你 那這種方法呢 就不是就是 我們祈禱了 這個我們祈禱了 只是律法 祈禱是我們的動作 我會加上 我們親近神呢 神就會來祝福你 加力給你了 你就會覺得平安 興省有力量了 這樣呢 是恩典推動的 你會留意 其實在我教導裡面 我講到 我鼓勵人做什麼 我都一定有聖經的恩典 不是我作出來 是聖經話的嘛 聖經話 神與我們同在嘛 神會加力嘛 我就觸實那些影響 我就是看聖經 我記實這些的恩典 我就用這些恩典 鼓勵我自己 就算這些果效不是很強 不要緊 我做了神歡喜的了 神歡喜我都可以歡喜了 所以我都同樣地鼓勵人 親近神 神的同在就會安慰我們了 大家拿不拿到 因為始終是神給他的 是啊 沒可能幫他 把他都給他 我們不能負責 要把他交給他 是啊 帶到神面前才是最尊 這件事是這樣的 帶到神面前當然是 不過很多人不只是帶到神面前 他是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他不懂得怎樣跟別人交和 他上班的時候 或是孤立自己 或是跟別人說話 說話就硬崩崩 有些人是需要處理生命的 所以我們會有時候輔導人 了解他的生命 他的破口在哪裏 怎樣處理 這就是重整整個生命 信靠神是一部份 但不是全部 因為信靠神跟著有很多東西 怎樣跟別人相處 怎樣處理內心世界 怎樣面對困難 怎樣面對疫境 怎樣面對被人罵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在親近神發出來的 但很多人就很簡單 你祈禱什麼都搞定 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 這些環境要請復生 我也想會做的 幫多些人 剛剛所說的 但聽到你這樣幫助人 那個人會覺得被關心 體重 是不是舒服一些 是不是 有沒有想問你剛才說 恩典的說話是用神開始 我們在背後 神很關心你 神很想幫你 祂等著你 當你一親近祂就寬起 祂就來加力給你 而不是說我們去神那裏拿平安 這就是人做什麼 人做什麼是被人壓力的 有些人很想做 他們未必覺得壓力 但有些人沒什麼動力做 或者他們不懂做的時候覺得壓力 但你說恩典永遠過得對 我們一親近神 神很歡喜 神其實是感動我們親近祂的 神是加力給我們的 神看到我們親近祂就已經很開心 祂就改變你的生命了 祂就會給你智慧如何面對你的困難 當時祂在這裏的時候 怎麼帶祂去 親近神 就像我們每次親近 一路相告耶穌在愛我們的 哈利路亞 即是說很多耶穌在愛我們 親近神 多謝天父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多加很多應許在裡面 是神說了祂會做的事 祂的恩典 如果你留意我說的話 我是很多恩典 所以你跟我溝通 當數人不會經常覺得我 忍你 刺你 批判你 你會少聽到那些說話 因為我自己幫助自己是多些恩典 clin在那個冬天 最頑皮的操塞 你會有精 verb 你们想來 那也是 我會想起來 超rás 朋友 很堪 occur 我會 Lewis 考慮 之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